Hello 大家好 朱春豪 香港政府全年赤字超過1000億元 市場關注下月發表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會否加稅或開徵新稅項 香港前財政司長曾俊華上星期六在Facebook發文提到 現在走上街你都會感受到香港的零售業很嚴重 前景相當困難 只不過在現在這個經濟轉折關口 我想都不是最適當時候去加稅 反而要在支出方面放犬 曾俊華80年代加入香港政府初期 曾任沙田助理政務專員 曾俊華最新在Facebook重提當年的經歷 只知道沙田新城市廣場的一田百貨會縮減規模 不少朋友都很感慨 覺得又有一些很熟悉 經常去的商店逐漸消失 變了樣子 他指當年任職沙田助理政務專員時 遇上日資百貨公司八百半 在新城市廣場開店 是沙田的一大盛事 政府還與沙田區議會 一起在城門河放煙花 慶祝八百半開幕 如今時而世逆 香港的零售業很嚴重 但社會應該要接受港人北上消費 因為到物價低的地方救物是理所當然 正如水總是向低流 不過曾俊華強調 香港一定不可以繼續跟人鬥便 鬥齊鬥多 一定要以質素為先 突出到香港品味 香港獨特lifestyle的東西 就此其他世界各地城市 例如東京、倫敦、紐約、巴黎、米蘭 向世界展示自身獨特之處 香港為何反而會忘記自己本來最美的一面 香港零售業面對的危機 正好是一個給大家轉身的契機 即使有危就有機 看看香港零售業如何展現自己獨特的一面 殺出重圍 好,這一集先聽到 現在大家想支持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一會兒 Jenn lup 趁忍